但是我们代表我们自己家人也想你表示 跟老师们也说一下 教师啊 它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 没有教师为这个孩子们传授知识 这个国家也不会有光明的希望和未来 我现在在阿发的一个煤炭交易所 这次回来呢 第一件事啊 先买10吨左右的炭 我们今天准备了大概1万元人民币左右的现金 来这个地方准备购买啊 现在老板在帮我们装煤炭啊 这一车的话 和人民币大概1万 我们这个卡车啊 现在要停到这个地方 沉重啊 阿发这边冬天非常寒冷啊 没有这个煤炭的话 很多人冬天没法过冬啊 我们在这里订购了大概9.5吨啊 和人民币的话 应该是1万块钱左右 有两吨的话放在学校 给这个学校的设备够暖 还有大概是7.5吨吧 屏风给学校14个老师啊 每个人大概都能分到 五六百块钱左右的这个煤炭 现在冬天很寒冷了 他们都穿那个毛衣了 辛苦了啊 早上的时候校长也在这 我们看一下这个重量吧 13.3吨啊 加上这个汽车本身的重量 在4吨左右啊 必须得把这个重量得确认好 带的这个煤炭 够那个我们学校老师啊 维持一个星期的够暖 刚好呢 12万1600 12万1600啊 咱们线上把这个金钱啊 交易一下 咱们这个是10万 这边呢是剩下的这个20多张 12万1600 和人民币的话 刚好是1万块钱啊 买了这么多吨炭 将近10吨左右吧 装好了啊 3Q3Q 我们给以前的这个搬运费啊 辛苦了 他们这边已经给我们装车好了 就在那个地方 这个是我们今天订购的 将近10吨左右的煤炭啊 人民币1万块钱啊 用于这个学校两吨的一个取暖 还有剩下的8吨左右呢 就是评分给14个老师啊 一个车就是总共 这是我们的货 9.5吨左右啊 OK 发票开好了 兄弟们看一下啊 先出发吧 兄弟们回阿富汗 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个冬天煤炭买过来 他看这个高度够不够拉的进来 现在这个车要进学校了 司机技术不咋地啊 不知道能不能开进去 高度 看一下啊 慢点慢点慢点 别冲卡了啊 上面有一些超过了啊 找这个保安大哥给我搬一下啊 把这个东西搬好了 把这个车就能进去 OKOK 现在就下到这吧 在这卸货啊 这个货拉过来了 找他们学校老师搬的话 太费劲了 我干脆去找三个专业的 专业的关键是拉这个货 拉一次一千块钱 我们让那个校长现在打电话 叫三个村民过来 村民搬这东西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搬月费 给这个村民算了 但是这个卸货的师傅 现在现场这个工人师傅 在帮我们卸货 我们今天这个学校所有的老师啊 我都把他们请过来了 一共是14个 今天会在这里把这些煤炭 跟他们平分了 留下两吨啊 用于这个学校的一个保安室 每天晚上需要有个人值班 首夜啊 因为有四个月的冬期啊 非常的漫长 这个办公室 平时有些老师他也会回来办公 包括我们在学校 请了一个中文老师 教授他们汉语 每天中午的话 会有两个小时 需要给那个教室里面够暖 这边这些炭火 我们会全部分配好 每一位老师会分到大概能够维持他们三个月取暖的这个煤炭啊 请来的工人 像他们干活是非常辛苦的啊 10吨左右的汽车煤炭啊 他们要搬大概一两个小时吧 然后工资的话非常的少 只有不到100块钱吧 就是三个人拼分的话 连30块钱都不到啊 阿富汗现在这个人工啊 还是非常便宜 赚钱也非常难啊 特别辛苦 我们现在这个货已经卸完了啊 就是2000块钱是给这个司机的 还有一千块钱是给那个工人的 这个东西就全部搞定了 OK 我们把这个炭分好了 每个老师大概分12代左右吧 兄弟们 大家都看 现在到了这个冬天了 非常的寒冷 我们现在穿这个衣服都是很厚的衣服 其实在阿富汗现在到了晚上特别冷啊 之前也是校长 达哥跟我讲了 给学校买些这个炭火 然后我就给他买了 他说非常感谢我当了十年的这个老师 也没有一年有人给我们送就是冬天的物资 所以我们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 他说我们代表我们自己家人也向你表示感谢 跟老师们也说一下 教师啊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 没有教师为这个孩子们传授知识 这个国家也不会有光明的希望 和未来 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虽然说我走了 但是给这个学校的这个帮助啊 他不会停止啊 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到时候也会 每个月或者说两三个月给我跑这么一套 校长有我的联系方式 如果有什么紧急的需要帮助的 会让我的朋友来 他说我们你未来这个学校也做出了很多贡献 然后我们老师们孩子们都向你表示感谢 希望你活到一千岁 一千岁 他说了一千岁 哈哈哈 那我们跟兄弟们道个别然后我们就走啊 抱一下 哈哈哈 抱一下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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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人拥抱一下就走了啊 余老师就不拥抱了 哈哈哈 好了兄弟们 我们就正式的发放完这个碳火了啊 有了这个碳火的话 老师们在这个冬天呢 可以过得非常的舒服了啊 因为这是给他们家人送的 以前的话也从来没有人给他们送过东西啊 就是刚才我旁边这个哥们说的都有点 这个眼眶都有点湿润了 不搞那么煽情的啊 就是正常的送个这个碳火 尽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的啊 这也是答应咱们粉丝们的这个请求啊 过几天我就要走了 我徒弟非常难过啊 我们今天任务完成了 给所有的这个老板 老师还有他们都把东西送好了啊 怎么了 老师要跟你说一些话 要说什么 首先我代表所有的女老师们 向你表示感谢 你把这个学校送一个红 还有几个帐篷 弄起来像现在的这个样子 是为我们做出了很多贡献 我们也没有什么话向你表示感谢 只是说一声谢谢 这个你给我们买了这个碳 这个不仅仅是碳 就是你给我们送了一冬天的温暖 应该的房主没事 要感谢校长要不是校长的话我还不知道 很多兄弟们说让校长来中国体验一下这个高铁 然后今天我们准备从海口做到三样 好走 兄弟们马上要进站了啊 校长他们两个人目前还不知道 我们今天要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啊 咱先让他猜一猜 知道我们今天要坐什么交通工具啊 在说坐飞机去 坐飞机啊 起车 看这个站台应该是做什么的 你们俩猜一下 rainway 还是这个校长有文化 他看那个写了一个rainway station 火车 但是比火车更快 咱们今天做的是高速列车 很多朋友不知道在他们国家是没有那个火车的啊 今天带他们来坐一下高铁 咱们来问一下就是刚才从那个外面检票进来有什么感受 我们这里是这个商务舱的 所以说不用排队这些信息 这边还有这个massage massage是你的最爱 massage 他问你这个按摩椅免费还是要钱 不要钱 不是要钱的 他喜欢按摩 来不及了我们要上车 到山亚再按摩 哈哈哈 我们从右边开过来的 我们从右边开头 在我家乡谷币我新疆 你新疆啊 你们现在里面后车 我们还有 好 好没问题没问题 啊 给你吃的还有喝的 very good very good 新疆你 订了一个商务座啊兄弟们 现在在这里的话可以休息啊 然后能吃点喝点 this is a vip business so we can go first 中国高铁站很干净啊 you can talk ok very good 嘿嘿 又排上了啊 觉得这个高铁站不可思议 上面是坐火车 下面呢是坐那个小车啊 对于我们来说 这是咱们中国人日常用的交通工具啊 对于阿发过来的老铁 他们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火车 所以校长他们来高铁站看到这个火车很开心 两个人轮流拍火车啊 一般像打仗的国家都是没有那个地铁和火车的 所以和平来之不易 商务舱坐第一个 let's go you should take a picture 拍那个车头啊 来来来来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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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careful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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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来一个啊 you can live very good 上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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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上车上车 上车上车上车 好好好 我们是第一排三个是吧 来 very good oh sit down sit down sit down 哎呀呀 comfortable comfortable 不错 这里可以晾衣服 然后这有那个slipper拖鞋 可以shows change ok if you want 每个座位都有啊 如果你坐的不舒服 you can touch here to change your sofa 这个沙发是可以调整的啊 ok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这个灯 不是 light very comfortable 非常棒啊 有趣啊 多拍两个啊 我带他去厕所参观一下啊 高铁上的这个厕所可能没见过 this this is toilet this is toilet ok WiFi free ok whosei whosei open open this table 对 ok it's food for free 商务场排带盒饭啊 这个是牛肉 还有拉面 这个火车上的自助餐还好吃吧 兄弟 非常好啊 非常好啊 多吃点 到达三亚了啊 ok Dubai Dubai 但是到Dubai了 现在准备去酒店办理入住 顺便想问一下 两位校长 坐这个高铁 是什么样的地区 i want 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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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整个海南啊最漂亮 那个旅游啊最美的地方 感觉三亚这边的天气跟海南海口 有什么不同 更热一点啊 行那咱们现在出发去酒店 ok ok very good